那刚刚也特别提到松信 那事实上还有文山 其实在这边有费宏泰委员 还有赖世保委员 那当然都是现任立委 在这边当然也最近是掀起了 世代交替的浪潮 好那当然在今天我们听到黄旅 他也主张说 没关系啊全民调 全民调来决定最后要提名谁 还是他的个人意见 可是我们就讲 非常激烈的这个松信这一战 那当然最近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巧新还有费宏泰委员 甚至连秦卫族议员 都在大名大放 各书己见OK 那只是你可以发现呢 绿营在这个时候就趁机 见缝插针了 比如说他们标题都下这种的啦 徐晓星聘立委引战火 这华氏下标 秦桧批言论没水准 心头可说徐晓星挑战废宏泰 秦桧说很可悲的是 国民党被吵闹小鸡牵着鼻子走 显然绿梅一定是见烈欣喜的 好那可是在这边 我先套一句这个 我们的这个评论员张友华 友华哥讲的 他说其实能够救民进党的 就只有蓝营内乱 所以对这也是大家最担心的 支持者来讲 我觉得我们不会内乱 因为我把我自己的这场初选 就是我这次参加国民党的初选 我的定义非常清楚 就是我跟费宏泰两个人比赛 谁监督民进党的力道比较强 所以我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查资料找议题 那我基本上现在目前每一到两天 都会有新的爆料资讯 然后就是揭露民进党这些弊端 那但是真的要让这些弊端消失 我必须在立法院里面才能够做得到 因为很多都是来自于中央的职权 然后预算数是在送进中央的 所以但我作为一个民众也好 市议员也好 我还是可以帮大家把问题挖出来 只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必须要进到国会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所谓说 我跟费宏泰之间的这个什么争吵什么的 当然我觉得初选你 你说不会有冲突吗 有竞争吗一定会有 可是你要怎么让它变成是一个良性的竞争 我觉得我自己是帮自己画三条线 第一条线叫红线 第二条线叫灰色的线 第三条叫白色的线 我也必须老实跟大家说 我是不可能踩在白色线里面的为什么 因为这第一不是我的个性 我是生死看淡不服就干的性格 第二你是我作为一个挑战者 我还在白线里面 我根本连一丝生存的机会都没有 费委员是现任的委员 他在资源上面在很多的这个都 都比我来的丰沛 所以我必须我可以踩在哪 我可以踩在灰线上面 但我向大家保证 我不会踩在红线上面 这是我作为一个党员 我最基本我可以 对大家的尊重 跟我觉得我表达的善意 所以大家不用想说 民进党可以见缝插针到什么程度 说好像可以看到我们的内斗 没有啊 我今天的苗头 是我跟费龙泰比赛 谁PK民进党比较大力 怎么会是民进党尝到甜头呢 绝对尝不到甜头嘛 所以他只能用这种 见缝插针的方式 比方说去扭曲我说 神党杀神佛党杀佛这句话 我讲得很清楚 我是说我不要做一个佛系的立委 我要让大家看到国会里面 也可以写流成河 所以这个是完全对着民进党来的 结果他们故意把它转向是费龙泰 那谁理你啊 绿营要怎么去曲解 他们本来就很会曲解 可是我不需要跟着你的套路进去走 我根本不需要理你 所以我就帮三立民 是当成是帮我免费的宣传 也没有不好嘛 让更多人知道我有在参选 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加分的 再来就是秦议员他讲说 没水准这件事 我要先讲我个人并没有觉得我自己的言论 有倒霉水准的程度 好像没水准这确实是有一点比较重 但是我尊重他的说法 因为我觉得他也有他可以批评我的空间 就像我在过去 我也有很多时候 可能我对于党内其他的同志 比方说先前傅昆奇 他在中常会的时候送离的事件 我也有提出我自己的意见跟批评 那对方一定也会觉得不满意 所以今天秦惠珠他有他的个人的看法 我也完全能够支持跟尊重 我觉得如果骂我会觉得 让他觉得心情比较好 的话再多骂个两三天 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就我不会因为这样少一块肉啊 我干嘛特别在意这件事 我的目标非常的清楚 就是我能够花我现在时间非常有限 黄旅主委已经讲了 可能3月4月就要初选了 这对一个新人挑战者来说 是非常压缩的时间 那像费委员他做这么久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立委 跟我不一样 我需要让大家知道说 我现在目前正在参选什么 很多人还搞不清楚我在选什么 我需要让大家知道 我是在投入国民党立委的初选 很多人也跑来问我说 那我要怎么支持你 那现在是不是全民调 也还没有最后的拍板定案 所以我们的初选制度 对于新人对于挑战者来说 是处于弱势的 我没有讲说这样等于制度不公平 应该说永远在挑战的时候 挑战者就是属于比较弱势的 所以我必须要更有主张 然后更有主见 让大家知道我在做什么 那我的方向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会不断的去抛出 跟民进党执政他们有关的 弊案的问题 像昨天我们也把这个数位发展部的 大内宣揭露出来了嘛 好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良性的竞争是这样子 我觉得一个政党里面 光靠团结是不够的 你知道吗 那种假面的团结一点用都没有 我根本不喜欢看到那种东西 什么叫真正的团结呢 就是每一个人都努力的 在这个赛场上面 表现出最闪耀的自己 最好的自己 使得其他的人也觉得 我必须要做的比他还要好 这样我才能被看到 所以是在互相竞争的过程当中 形成一个真正的团结 这才叫做真正的团结 真正的团结是我们都觉得 要下架民进党 政党必须要轮替 所以每一个人都在比赛 谁的做法最有办法下架他 就由谁来出战2024 那我也说的很清楚了 如果今天我是挑战者 我也未必一定会赢 那如果今天不是我出现 我也一定会支持出现的那个人 然后去挑战2024年 然后协助整个国民党 继续做我本来分内就应该做的事情 只是我进不到国会 那我很多的一些监督的主张 我没有办法完全的解决他 差别就在这里而已 那或许委员或其他的委员 他看到这个议题他有兴趣 他们就拿去处理了 那也很好 就像是放言 你会发现呢 我们每天都在讲说放言领了很多 标案也领了很多预算 可是最后说真的只有我去检查 这一年来他的标案的成效如何 但我觉得这本来不是就是在国会里面 要监督应该要做的事情嘛 我们不去盯他们他们盯我们盯多紧 所以我才讲说什么叫做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是民进党在整个执政的过程当中 建立太多假神跟假佛了 成见人是不是他们把他弄成像是神一样造神 那个陈时中是不是也把他造神 他们造了这么多神 但那都是假的 就需要像我们这样子的人进来 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揭露 而且不能只是用呛瞎的 常常国民党的质询就是用互骂的 可是一般的年轻人听这个东西 他听不下去 所以我们必须拿出事实证据 让他们连话都说不出来 这才叫做真正的打脸 好 那要进广告之前 我很快的问巧欣一句 就是那你觉得 因为刚刚姚明也承认 对啦 今年感觉起来 情势对国民党是稍稍有利的 国民党有乐观的本钱吗 目前看来特别是 没有乐观的本钱 我一直都在讲 就连我的选区 其实你看上一届跟上上届 其实我们领先的票数就只有6000票 而且如果不是民众党提人的话 我在这一席我们可能国民党也有可能是输掉的 千万大家不要再去曲解说 我是在欺负老人家 我是从数字上面去讲一个事实 这的确也是我们地方上的焦虑 所以说我们就在讲说 以前你所认为的台北市是 都是蓝军大本营是优势选区 其实早就已经没有了 更多的叫做什么 台北市的选民也不是绿营选民 台北市的选民是中间选民 中间选民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我们常常才会讨论 所谓蓝白河的问题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次 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